介紹上土石流 我說過地震最愛考 第二愛考是山峰有考過土石流 土石流就是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 有一些可愛的專家還去分那個顆粒如果比較細小的叫做泥流 這個我們就不管了 反正我們就知道土石流就對了 就是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叫做土石流 像這個情況就叫做土石流 那個當回後面還有一個影片裡面還有一些災害的狀況會出現 然後你從影片可以看到大顆在前面 小顆在後面 所以主要受到誰的影響 重力的影響 然後呢 往下流叫土石流 然後呢 土石流的密度很大 然後呢 沖的也不算慢 所以往下沖有很多的石頭往裡面撞 所以呢 會產生很多的衝擊 撞擊 會造成 會淹沒 會破壞 造成很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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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逃吃颱風之後 竹山的土石流 車子被淹沒了 被淹沒了 這個比較看過就是電塔被弄倒了 電塔倒下來了 這是一個房子 哇 這房子被衝來的 有人把他蓋在盒中間嗎 那旁邊有石頭啊 它不會啊 整個把他帶過來 整個帶過來 這是鵝弄的照片 這是一個小女生的手 然後呢 就是就在裡面把它從土石流裡面 那個埋在裡面把它找出來 是吧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問我 他會問我他脖子嗎 你猜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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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有土石流呢 土石流 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 所以要產生土石要怎麼樣 還要有土啊 還要有水啊 還要會流啊 要有土 要有水 要會流啊 所以土石流是土石混著水一起往下流 所以要產生土石流 必須要有土 要有大量的土 還要有水 要有大量的水 還要會流 要有個適當的坡度 讓它能夠流動 所以產生土石流的條件就是 要有水 要有土 要會流 這樣才會產生土石流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跟各位解釋 講講看哪來的土 哪來的水 那怎樣它才會流 這是後面要跟各位解釋的 要有水 要有土 要會流 這就是土石流的產生的條件 第一個是要有水 你覺得水是哪來的 下雨 好聰明喔 下大雨 那誰會下下大雨 那麼土體含很多的水就變重了 有潤滑 就摩擦一小了 就哗哗就往下沖了 土石要有水 那我們的雨是哪裡的雨啊 比較會有很多的雨啊 颱風嘛 還有所謂的梅雨嘛 所以梅雨跟颱風 梅雨跟颱風 就會到達的時候是水 那我們的農委會吧 我記得農委會 它在有一些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地方 設了一些監測機制 然後呢會發出警告 它最主要的監測就是雨量 雨量到底指定到底指定 小心喔 開到土石流了 紅色警戒 黃色警戒 監測就是雨量 下大雨 再來那個土 土哪來的 有一種是本來這裡就還有很多的土石的 比如說三億火焰山那邊 就本來就是很多礫石 土石等等 所以以前那邊很多人會去採沙石 現在政府已經不准那邊採沙石了 好 再來就是地震 山崩 崩下來的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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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天然所產生的 還有風化的結果 本來就長這樣了 這些這些都是水果 然後還有所謂的人為開發不當的 人為開發不當的 那個上礫器是哪一個 神不出來哪一個上石流 巴塞一個土石流 大家都懷疑啊 說是以前在開新綜合東路的時候 挖的土石沒有丟到山下丟掉 就直接丟到河湖裡 所以何不如堆了一堆石頭 土石 然後全部都通通沖下來 再來還有一次過去土石流的土石 變成下一次土石流的內容 這些東西的來源 水這樣來的 土這樣來的 再來要匯油 那個適當的坡度嘛 不用廢 每家版本寫的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所以不用廢 不用廢 反正你看看右手邊的土啊 整個範圍的影片也會講 土石流的發生有所謂的發生區 流動區跟堆積區 流動需要流 所以要稍微比較陡一點 OK 堆積區是要堆在一起 所以會比較平一點 會比較平一點 平一點 然後到底多少波度 你看看就好了 你也不用背它 我講過 這是一般找到的資料這樣寫 一般寫這樣子 那都不一樣 你就不要管它了 但是有一件事要知道 如果它從頭到尾都很陡 反而不會有土石流 為什麼 因為你從頭到尾都很陡 那土會怎樣 掉下來對不對 那就沒有土石堆積啊 那沒有土堆積會有土石流嗎 不會有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個 你們那個當年學長考 副主考試也考過 就寫了一些狀況 不理誰會發生 很陡的反而不會發生 很陡的反而不會發生 OK 所以非常 你從頭到尾都很陡的 反而不會發生 土石流 因為土石不會堆積 空移走 就是要告訴你 土石流所發生的條件 要有土 要有水 要會流 重要的是要有水 下雨來的 梅雨颱風下大雨 龍尾會監測 雨量 作為土石流 警告的那個主要的依據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OK